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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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十岁的妹妹Helen 在当时比爸爸妈妈更懂得英文 所以就成为唯一一个可以见哥哥的人 我看到很多护士帮我哥哥把他身上的衣服给剪掉 然后我看到我哥哥全身都是血 那时候我就知道出了很 出了一件很大的事 不是一件小事 然后结果我到 回到waiting room跟我爸妈妈见面的时候 那时候牧师才解释给我亲哥哥是被一部大巴士撞倒 究竟文仔撞车那一刻想到些什么呢 基本上我都没有时间想东西了 经过抢救之后 文仔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医生诊断出文仔的脑干出血 当这些组织恢复的时候 就破坏了其他的神经组织 令文仔成为植物人 在1983年 因为当时中国和台湾的政治关系 所以文仔的爸爸妈妈 就由台湾移民去了美国的德州 当时文仔只有13岁 在台湾文仔成绩优异 但是一来到美国基于语言的问题 文仔一度适应不了 整天都睡觉 但是没多久 他就成为优异生 到了美国来以后 他的学校的功课 从不认识英文 到能够获得学校的荣誉学生奖 这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 学校还不通知我 到了他要颁奖的那一天 才通知我到这个学校去 看他办这个奖 等一会儿又有一个老师来 坐在他另外一边 伸手同的握手 说Congratulations 我认识英文 我先生说这个字我会听 我说恭喜我 他说不是坏事了 结果原来我儿子得了奖 在半年之内 他由F变成A+. 文仔的兴趣一直都很广泛 除了像当时一般童年纪的男生 都以李小龙做偶像之外 也很喜欢摄影 音乐方面 他懂得弹琴和吹笛 画画方面 他也很有天分 还素度得奖 他在1985或86年参加画展 在Houston 每年他们选择一些学生 代表去Houston做比赛 他就在学校代表 拿出一幅画去 他一度希望可以做医生 所以读很多有关医学的书籍 尤其是心臟外科 你看他身上穿了一件T恤 前面画了一幅画 就是心臟 下面他还写了一句话 我要做一个最好的心臟外科医生 平时他还看很多很多 有关心臟科的医书 还去参加医生俱乐部 他说那里可以看到开刀的情况 所以我记得他出事的时候 他还是穿着这件衣服 真可惜 因为流血太多 剪掉了 留下这张照片 做一个永远的记忆 在文仔发生车祸之前 文仔开始对基督教发生兴趣 而且还准备跟同学回教会 进一步认识这个宗教 他已经去了好几个礼拜教会了 而且逐节来那个礼拜 他准备开始参加团契 但是他对我有的要求就是 他说妈妈我要穿一套西装 他很诚心 去敬拜这个神 要我买一套新西装给他 怎么知道我买了一套西装给他之后 那个星期三他就出事 他到现在都没穿过这套西装 车祸发生之后 文仔在医院一直昏迷了两个月 期间不停发高烧 当他醒了之后 就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 因为他再说不到话 四肢也不可以正常地移动 全身只有脑部和听觉是正常的 知道自己变成这样 文仔即时的反应是怎样的呢 我的反应是死了怎么办呢 我甚至都不懂怎么去想将来 因为脑子在生理和心理上 都已经停留了 在文仔昏迷期间 王太太并没有放弃文仔 他认为终有一天 文仔是会醒醒的 他从眨眼开始 我就知道他能够接受信息 而且听见他一直不停地练习 我就知道他有一个努力 就是想把这件事做好 就是显示他的头脑是清醒的 逐次我就想多证明一些他的能力 我就说一些笑话给他听 有些笑话很好听的 我就看见他的嘴 有小小地移动一下 一点都赞动 但是我觉得这些就是一种反应 就是表示他知道这件事是可笑的 所以我就更加的能够证明他头脑是清醒 虽然文仔醒了 但是他差不多完全失去活动能力 所以就被判断为植物人 我想证实我还有能力 但是我不能够去证明 唯有闭上眼 接着那些人就以为我是一个植物人 知道自己的儿子可能终身瘫痪 王太太当成难过和无助的程度 就只有自己才知道 当初我就想 这一辈子我不能脱起这个责任 因为他是我的儿子 我会有一个心志 不管他是怎样 我要尽我的心尽我的力来帮助他 所以我就不停地和他屈手屈脚 而且时时用手去抚摸他 摸一下他 嗨一下他 亲他 让他能够感觉到我对他的关怀和我的爱 而且我对他的不放弃 在那时开始接受到耶稣之后 我就一直跟他说一句话 妈妈爱你 耶稣求爱你 基于王太和文仔积极的精神 他们决定找到任何一线的希望 当王太知道在美国加州有较多的华人 可能对文仔的康复有帮助 就决定去加州居住 而文仔的爸爸 就一个人飞去德州附近的路易舍安拿州 做餐馆助理 至于妻女Helen 就留在德州 由他们的一个朋友照顾 但是这样 他们一家人 就分别在三个州居住了 到了加州 由于文仔还没有美国公民的身份 和没有保险的关系 帮助文仔康复 和照顾文仔的责任 一直都落在王太一个人身上 所以一天24小时 我除了做她妈妈 就是做她姐姐 又要哄开心 除了做她护士 还要做她的医生 知道自己有什么状况 因为花不起那么多钱去看医生 也知道如何去调节她 用中药材 或者营养品 同时也是她的老师 就是教她的东西 更加就是她的听众 其实 除了王太每日要全职照顾文仔之外 其他的家庭成员 也都要负起照顾文仔的责任 妹妹Helen今年23岁 是一个中学教师 也是全家的经济支柱 Josha18岁 是文仔的表弟 由台湾来美国七年 由她认识文仔第一日开始 文仔已经是生活在轮椅上面 所以她也要帮忙看着文仔 实际的话她是很惨 她一天24小时 大部分都待在家里面 然后旁边都要有人看着她 那大小便呢 都是我们她要在床上啊 然后我们这样子来帮助她 然后完毕以后都是我们要 然后帮她清理啊 这样子她会觉得蛮难受的 那种我们做起来也蛮痛苦的 我曾经想过 即是她既然又恢复不回 而且那时候她在院病危 都很多次 看起来都是好像很难恢复 我就想到 如果她走了 我都会跟她走 放弃 有时看来好像容易过坚持 下一节回来 我们会看看是什么原因 令到文仔和他的家人 十三年来都用盼望的心去迎接每一天 你看起来 甚至没有人 哪有呀 你生病 这个旅行 council的火力